视觉图像日程 大家好,我叫凯尔西·朔蒂尔 目前是波特洛马大学的学生,主修小学教育 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教学小窍门就是一个视觉图像日程 日程用来帮助安排和保持教学的日常,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规范的日常,促进正面行为和舒适学习环境的形成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图像日程真的很有用 因为它用通用设计表现不同的学习方法 意思就是,它不但在黑板上写着课程的时间 还附上课程名称和插图 学生可以把卡上的文字和插图联系在一起 从而对整天的安排有更深的了解 学习上的通用设计也用于多种意思的表达 所以,如果你走到学生跟前说 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呢? 他们有三种回答方式 他们可以说出卡上的文字 也可以描述上面的图画 如果他们不能说话的话 可以指着卡上的图像或文字 这就像是一张海报 挂在白板上,公告栏 或者贴在墙上 可以是任何方便老师的方法 把这些卡裁成一小张 用深色的笔写字 方便学生阅读 图画可以很简单 学生能把图和文字联系起来就好 总的来说 日程对学生的学习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不管他们的学习方式和能力怎么样 他们都可以从中学习 并知道一定的安排 谢谢大家